這個蝴蝶,蝴蝶的話其實跟我們剛剛這個毛毛床有點像 只是你要怎麼去安排這個蝴蝶的動畫 那麼我們來看看這裡 樂森座裡面的蝴蝶蝴蝶 這裡 那這個是我以前做的 以前很久以前做的 那你就可以用它做選單 那因為這個沒有收到錢,所以就上過的時候榮榮 好,我們來看看 這裡有沒有發現有個AI的檔案 AI就是以拉托托的檔案 所以其實你們會找找 我們來看看這裡有個8685原池檔,你可以把它打開 有沒有,場景我都幫你準備好了 在鎖的,我都幫你鎖小的 這樣還要不小心弄到這個話,我就不知道怎麼辦 好,所以其實你們最好知道我們來看 因為你要做蝴蝶,蝴蝶是要分兩個動作 拍次檔的動作,跟什麼 跟移動的動作,對不對 所以呢,你知道我要做蝴蝶,所以 因為它是影片片段嘛,我不知道要拍幾次啊 所以我就直接來這邊 好,雖然在我們前這邊 一樣會入 原料跟剛剛一樣的做法 但是這次我要找到蝴蝶蝴蝴 好,就是這一隻 好,有沒有看到蝴蝶,它好像看起來很複雜的問題 但是不用理它啦 沒關係,咱們都是相亂的趕快點,我們就直接去拿就好了 好,有沒有去拿的 那麼,我們在這元件的時候,各位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們當我們插入一個元件的時候啊 有沒有發現中間都有一個十字 不管是按鈕還是影片片段呢,都有一個十字 那我們一般的做法,大部分會注意這位 剛剛那是因為火焰有很多張 所以我們沒有這樣做 但是呢,如果你是一般自己做的話 我們大部分的做法都會把什麼 都會把我們的 元件 會盡量對起重心點就對到這邊 你了解意思嗎 為什麼要這樣做?你看喔 今天如果我把它對到中間 你看我把它丟出來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我們的重心點就在這裡 也就是我們原住裡面的重心點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個十字的重心點 如果你沒有這樣做的話,有時候我們要做礦記 比如說你要做舒放 有沒有重心點就在這裡 是比較好做的 你今天回頭看一下我們當時的火焰 我們剛剛那個火焰其實怎麼樣 這個火 有沒有發現中心點在這裡 真的嗎?我們回頭看看喔 有沒有發現我們剛剛後進來都沒有改 因為他是點證圖 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 他用左上角剛好對到那個重心 那我就要你改的話你要改幾張? 要改重心幾張 讓礦日對死 所以我們這邊都不改 這樣清楚了吧 所以你現在呢你可以把這個打開 試看看把我們這個蝴蝶 這個OI檔案把它扣進來 扣進來之後呢你先稍微把它移到上面來 對到正中間 那如果你不確定有沒有對到正中間怎麼辦? 剪下來之後再中間貼上 有沒有對到正中好? 會了嗎? 來給你試看看喔 現在大家都做好之後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蝴蝶有沒有要做正好? 可是你會發現說 糟糕這個蝴蝶是一個群組 這樣有叮叮嗎? 沒叮叮啊 怎麼辦? 把它打散 我們這裡來說做的他們常常都是一個群組 打散一次 沒有什麼 效果叫打散一次 有沒有分開了 這個時候呢我們只要分開這樣就好 也就是說我要把翅膀兩邊 然後呢這一次兩根翅膝要加上身體 那我們待會要做的話怎麼做? 只要三個部分就好 就是翅膀左右這一個 但是這個身體因為不動 所以我就把這三個平組成一個 可以嗎? 這樣沒問題 所以當然要有三個物件嗎? 我先點帶左邊的翅膀 等到它 好 好 這個 這兩個 一二三 我選到了 我把它先群組起來 群組 現在是一二三三個 那我們不是說要做一個物件一個塗層嗎? 可是這樣怎麼辦? 你要這個 選出來然後新增再推上 按鈕快單 有比較快的方法 怎麼做呢? 你把它全部選起來 我現在三個物件之後你來這邊 修改 時間則 有沒有要分散至圖層 什麼意思呢? 它要把你選擇的物件就一個上一個圖層 按下去 你看我們原本的圖層衣已經不見了 就能對三個圖層 這樣了解了嗎? 它會在原地切上 有沒有 除非沒有變 可是圖層它會分散掉 分散掉只有切的這個我就不要了 我點到它有確認一下 這是身體 對 它要面臨一下 這是body 點到它 這個右邊的翅膀 很顯然這就是左邊的翅膀 剛剛有沒有比較清楚 身體不動你就是鎖小 等一下呢 我們要做的就是這個的帳號 這個帳號 那請問你 市檔要做的帳號要怎麼做? 是不是要上下這樣子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我們看一下 你看我用變形工具 變形工具我們點一下 你要上下它怎麼要上下? 它又不是3D的 你就 這樣就可以上下了 對不對 可是現在有問題 你中心點不對 這樣一做 哇有沒有東西身體就升它了 對啊 這樣怎麼辦 所以中心點要變形之前 你一定要先怎麼辦 移到正中間 看左邊 阿捏 可以嗎 對不對 所以那不是3D的 所以你只能 就是 就是 現在就看腳就像有點像拍四男的感覺 所以 你右手邊 左手邊 也是這樣做 你看 這樣是右邊感覺了 對不對 好 所以你要做動畫之前 請你先用變形工具把他的中心點移到身體上這邊來 那麼現在呢 真正要做動畫的時候我們就可以來試看看 你看 在這裡 身體不動只要出現嘛 所以是插入哪一個 是不是插入影格 身體不做動畫啊 身體不做動畫啊 身體只有出現而已啊 好 那 翅膀呢 要你們插入關鍵影格 所以我剛剛是展開的 我現在這個就收起來 這個就收起來 所以我們叫我一 登登登登 可以嗎 對不對 前面下飛有沒有觀察跟蝴蝶是什麼飛啊 它是很規定的時候 這樣啊 要拍四檔 這樣比較距離對不對 你看小鳥是 下去那個 會比較大 所以其實 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呢 我們前面 拿起來 你可以比較慢一點 像我們這個 我現在沒有做中間補電的話 比較像鵝 所以我們觀察過鵝跟蝴蝶差在哪裡 沒有 也沒有吃過嘛 有沒有蟲蟲大餐 你如果像 鵝就是它會一次 摔上來會比較快 蝴蝶會比較慢 那我們在這邊呢 我可以跟後面再加上 插到兩三個 我這邊 插到關鍵的 一樣 你看呢 我現在是這樣 收起來 過來是不是又 放下來 對不對 所以我就把它放回來 當然如果你要跟前面一模一樣的話 你還是最好是找到什麼 是不是有比較變形 我這件事又可以比較看得清楚 你看我現在是拖是不是超過了 拖負原本是應該100而已 所以你點到它 拖負原本100 好 好 你需要拖一下 像這樣 那我後面這兩格 這個動作 是比較慢 比較快的 為什麼 有影響有沒有比較早一點 前面是用在五格 後面是不是才有三格而已 為什麼 因為 前面五格 在哪裡 在這一格是拍次欄的動作 拍次欄的動作比較用力是不是要快一點點 打次欄的動作是比較慢 所以我就弄一下 那中間你要不要加上補肩燈號 這個都可以 建立 強彈補肩燈號 建立 強彈補肩燈號 事實上你不做也沒關係啦 因為你不做你眼鏡會讓你做 所以你看到我們這樣做好就馬虎迪的跌出來 這已經出來了 我們測試看看 怎麼變這樣 因為我剛剛 這裡 你看一下這邊 變了 因為我們剛剛補肩燈號在這邊 這裡 重新點 有沒有他就跑掉了 其實有時候搜尋有點討論就是在這裡 今天的我如果是 剛剛這個地方 變形我這樣子就用了 他重新點 他跑掉 好吧那我就把這個 補肩燈號我先把他移掉 所以你還是讓手動的稍微去看 把這個重新點已經跑掉了 剛剛做完之後他這邊就跑掉了 你看這個重新點 有沒有是不是跑掉了 所以如果你在做的時候 但這裡如果你這樣子 我證明你要強做 你千萬不要想說 我還要再移動就好了 我才說 你前後的那個 運行中心點是不一樣的 所以建議各位 這個我就先把他清掉了 清除關鍵的 我們重新弄一下 沒關係 這樣下來F6 先調中心點 先調中心點 再做動畫 你不要先做動畫再調中心點 好現在左邊進來 右邊進來 這裡 關鍵領格 出去 出去 這樣注意 這樣注意喔 好那這個時候你就要插入 五軍動畫 我們看一下 這樣有沒有 所以右邊都是正盤的 好 好 所以你不要先確認好 OK 我現在回到外面來囉 這樣你了解嗎 嗯 那就換你囉 其實身體應該要擺石掌要放下面 我現在這樣放下面好像有點怪怪的 好 好